而今天阿祖要给大家介绍的动物 根本就没有把人类放在眼里 在他的眼中竞争对手只有一个高铁 是的你没听错 今天阿祖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有鸟中博尔特之称的油损 自从鸟类飞上天空之后 千万年来对飞行进行过无止境的探索 其中一只鸟类的外形 进化成完美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形 双翅狭长 形似镰刀 擅长在高速飞行中突然变相 凭借碾压性的速度和机动性 这只鸟最终爬上了食物链的中上层位置 演化成一种常见的猛禽 笋 它们五官清奇 身形俊美 翅膀狭长间隙 飞行迅捷有力 380万年前 此形目的一个演化之 从主干分离 为了更高效的捕食猎物 它们不断提升自身的俯冲速度 最终达到动物界的速度巅峰 成了空中的超级杀手 油损 油损体长一般在34至58厘米 一展74到120厘米 成鸟上只黑色 下体白色 腹部排列着独特的横纹 身体粗壮 看上去非常强悍 雌鸟与熊鸟外表差别很小 但雌鸟比熊鸟体型大得多 更加强壮 头部黑色头罩 连接着脸颊上粗重的黑色滋纹 看上去如同戴着黑色头盔 非常威武霸气 不愧是笋形木速度之王 战斗力担当 油损喜欢停息在视野开阔的高处 用它那超强的视力 扫视四周搜寻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 纵身一跃而下 紧急升空 达到理想的高度之后 转头向下俯冲 收拢双翅 利用重力加速直扑目标 宛如流星坠地 最高时速可达389千米 每秒就能飞100多米 远远超过了大多数高铁 从高处下坠的同时 油损的眼睛始终锁定目标 随时准备改变方向 然而速度并不能保证成功率 高速意味着容错率低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不过就算失手也没关系 油损会马上利用惯性 迅速拉升再次升空 继续发动下一波空袭 按道理说 利用重力自由落体进行加速 对于会飞的鸟来说 应该都不是难事 只要爬升到了合适的高度 一头往下栽就行了 但其他鸟类纷纷表示 达不到油损的极限速度 因为无法承受这样的高速冲击 那凭什么油损就能享受这种 风驰电掣的快感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 为了适应超高速飞行 油损对自身进行了一些微小的改进 把某些关键部件提升到了极致 首先是双眼 作为猛禽 它们拥有超强的视力 又大又圆的眼球比大脑还重 眼睛的中央是视网膜中 视觉最敏锐的区域 这玩意儿 我们每只眼睛中只有一个 而油损有两个 综合起来 视力是人类的2.6倍 由于视觉暂流的影响 电影播放的速度 必须达到每秒24帧 才能确保人类看到流畅的画面 低于这个速度 我们会觉得卡 而太高的帧数 我们又会觉得画面快到看不清 但对于油损来说 动画必须达到每秒129帧 才能保证流畅 我们眼中的世界 在它看来巨卡无比 这说明油损的视觉暂流时间 比人类短得多 这样才能在高速俯冲之时 保持稳定清晰的视野 有效地锁定猎物 其次是鼻孔 为了避免在高速俯冲中 被扑面而来的气流呛死 油损还改进了鼻孔构造 在其中增加了一块骨头 保证缓冲高速气流的同时 正常呼吸 此外 油损的羽毛在高速飞行时 会树立起来 运屏滩流 起到整流气的作用 狭长间隙的双翅 同样能够大幅度减小滩流的影响 最大限度降低阻力 凭借碾压一切的速度 油损纵横天下 制霸天空 成为全球无数鸟类的噩梦 不过可惜的是 油损虽然战斗力不凡 分布也很广泛 但繁殖能力堪忧 加上人类的乱砍伐 破坏了它们的栖息地 导致油损的数量减少 现在成为了我国的 二级保护动物 为了让油损能够 正常地存续下去 聪明的人类想到了个办法 2019年的时候 在网上出现了一顶帽子 长这样 就这么一个帽子 网上要卖155英镑 卖家表示 这帽子兼顾得很 好喜 防污渍 可以定制 还可以自己选颜色呢 然而一看帽子的名字 交配帽 这到底是个啥 看下卖家秀你就懂了 对 这是一顶可以让鹰 骑在人头上 叉叉圈圈的帽子 使用时的画风 大概是这样 说起这顶帽子的历史 还要回到1960年代 当时因为大范围 使用杀虫剂 导致美国油损数量 急剧减少 甚至一度被列为 宾威物种 到1960年代 北美洛基山脉 东部的野外油损 全部消失 只有西部偶尔还能发现 康奈尔大学的鸟类教授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防止油损彻底灭绝 1970年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成立了油损基金会 很多养鹰人 也对油损病危感到担忧 他们纷纷把自己养的油损 捐给教授的基金会 希望基金会 能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 增加油损的数量 当时油损数量太少了 如果只是油损 一年生两三个载 油损数量永远不可能恢复 他们必须用人工手段 让油损尽可能多的繁殖 刚开始 他们也尝试了各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靠人 需要三个人协同配合 一人把油损脸朝下 按在泡沫板上 另一人把腿分开 第三个人 用中指和拇指 给他的隐私部位按摩 之后才能搜集到 一点宝贵的液体 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 有时候油损 根本不喜欢人靠近 整个过程都是鸡飞狗跳 而且成功率也不高 那不能把雌油损和雄油损 放在一起 让它俩自己交配吗 这同样有点麻烦 因为鸟类存在 隐随行为 小鸟破壳而出后 它们会把看到的 第一个移动物体当妈 通过这种隐随行为 它们获得自己的物种概念 一般小鸟破壳而出 它们第一眼见到的 都是鸟妈妈 这没什么问题 但对于人工饲养的小油损 它们第一眼看到的 可能是人 当它们长大 性成熟后 它们对那些 有羽毛的真鸟没兴趣 可能是感觉自己是人 不是鸟吧 它们更倾向于 跟人交配 有人想到了 1960年代 养鸟人发明的道具 交配帽 让熊油损在帽子上 跟人交配 把遗传液体 留在帽子的孔洞中 然后把遗传液体吸出来 再放进磁油损的书篮馆 油损一年只会在 三月到五月发情 油损也没那么傻 它不会见到顶帽子 就上去跟它插插圈圈 你需要先跟它培养感情 迸发出爱的火花 所以在三个月时间里 你需要向它求爱 让它熟悉这顶帽子 这也就意味着 你每天都要戴着这顶帽子 去跟熊油损共处 要模仿磁油损的叫声 还要模仿它们发情时 不停把头上下摆动的样子 如果熊油损感兴趣 它们通常会用叫声或动作 表现出来 交配的时候 养鹰人会背对着油损 跪在地上或趴在鹰龙里 然后发出性感的声音 不远处的油损 很快会被挑逗出来 它一边用叫声回应 一边慢慢靠近养鹰人 在旁边站了一小会儿 突然一跃 直接跳上养鹰人的头部 接下来就是一些 不可描述的画面 有时候如果油损太兴奋 力道也是挺重的 要知道 它们平常一个直线俯冲速度 可达到389千米每小时 在房间一阵激烈过后 养鹰人的帽子孔中 就留下了油损的遗传液体 用吸管把遗传液体吸出来 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先放冰箱储存起来 然后去找磁油损 养鹰人一边发出火热的油损叫 一边抚摸着它的羽毛 实际成熟后 把刚刚搜集到的遗传液体 滴入它的输卵管 这些步骤都能顺利进行的话 接下去就是生蛋孵化什么的了 在这顶交配帽的帮助下 油损基金会成功孵化 并最终向野外释放了超过4000只油损 到1999年 油损正式从冰微物种中移除了 一顶不起眼的帽子 却是拯救油损的大功臣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神奇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了解 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如果你喜欢阿祖的影片 就动动手指 点下订阅吧 动物科普 阿祖是认真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